白衣楚剑丘点了点头道 来了 而且还来不少 这次不单只是血沙宗 而且暗影楼也直接参战 看来是想把我们玄剑宗一举覆灭 崔雅云心神沉重 但是一个血沙宗已经够难缠了 如果再加上暗影楼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顺利度过这一截 不过 白衣楚剑丘虽然发现了潜伏的墙底 但是却只是让玄剑宗弟子做好迎战的准备 在表面上却并没有生长 丝毫没有流露出半点异样 依然如故地往前面驶去 前面的云海之中 血沙老祖对旁边的中年轻炮人说道 对付这么一些人 我们有必要这么小心吗 根据暗影楼的情报 这次返回玄剑宗护送这些弟子的 只不过是崔雅云和长孙袁白 两名袁丹镜强者 再加上白衣楚剑丘这个半部袁丹镜 血沙宗和暗影楼并不知道 白衣楚剑丘已经正式晋升袁丹镜 即使加上那些留守在玄剑宗中的那些 袁丹镜长老这次全都出来 在这对云周之中 袁丹镜武者也不会超出十个 其他的大多数都是华海镜和真气镜的武者 对于那些华海镜和真气镜武者 血沙老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在这种高层次的战斗之中 那些华海镜和真气镜武者 只不过是炮灰而已 对于战局没有任何影响 而在他们这边 单是血沙宗和暗影楼分堂 出动袁丹镜武者 加起来都达到差不多达到三十人 再加上两三千名的华海镜武者 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地 把这对云周给碾碎 所以对于暗影楼 要在这里小心翼翼地埋伏 血沙老祖很是不以为然 血沙宗那个叫做楚剑秋的小子 很是不好对付 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新开城淡然的倒 血沙宗这些空有实力 但是没有脑子的人 新开城心中很是瞧不上 在大清王朝经营了数百年时间 却连小小一个大清王朝都拿不下来 若是让他们暗影楼来 恐怕整个大清王朝早就落入了他们的手中 哪里会有现在这么多事情 倒是玄剑宗那个叫做楚剑秋的弟子 新开城倒是不敢有半点轻视 这小子不论是手段和心急都不是简单的货色 瞧他在青云大会的种种布局 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极难对付的角色 而且楚剑秋在新泽秘境和天与动天 都屡屡坏了血沙宗的大事 这并不单单只是运气和天赋 所能够做到的 玄剑宗的云舟在慢慢地拾进 血沙宗那些长老弟子都兴奋了起来 目光中流露出残忍而嗜邪的神色 不过他们还是按捺住了心中的激动 慢慢地等着那些云舟 彻底地驶入他们的包围圈 若是按照血沙宗的形式风格 断然不会如此忍耐 但是由于这次的行动是由暗影楼的人来主持 他们也只好按照暗影楼的指令来行事 血沙宗数字的失利已经引起了上层的不满 所以血沙老祖即使心中有些不服 但也不敢乱来 随着这些云舟不断地驶入 眼看就要彻底地进入他们的包围圈 但就在血沙宗想下令动手的时候 在那三十余艘云舟之中 忽然飞出无数道流光 犹如万天流影版 向血沙宗和暗影楼舞者的隐身之处袭去 这些流光的速度奇快无比 而且是猝不及防之下的突然袭击 血沙宗和暗影楼的那些舞者 瞬间不由懵了 一时之间来不及反应 在那云海深处 顿时响起无数道惨叫声 这些流光似乎事先就知道了 他们每一个人的藏生之处一般 每一道流光都是有地方时 并非漫无目的地乱舍 在一波奇射之下 转瞬之间 血沙宗和暗影楼顿时伤亡无数 撤 快撤 血沙老祖顿时怒吼道 对于这些突然冒出的流光 他们连半点准备都没有 也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只有先撤退避免过度的伤亡 在血沙老祖下令 血沙宗众长老弟子撤退之时 新开城也连忙下令 暗影楼的舞者撤退 他也被这些突然冒出来的流光 给射得有点懵了 在情报之中 可没有半点关于这些流光的消息 玄建宗什么时候弄出了如此大的杀气来 罪令新开城不明白的是 玄建宗是怎么发现他们的埋伏的 而且还能够准确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位置 这些流光的袭击对象都极其精确 几乎都没有多少是落空的 血沙宗和暗影楼项后撤退了数十里距离 清点了一下伤亡的人数 血沙老祖和新开城脸色顿时都难看无比 只是经过刚才的那一波交锋 他们折损的人数将近三分之一 华海镜舞者折损了将近一千名不说 就连袁丹镜舞者都折损了六七名 那些原本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的华海镜和真气镜弟子 凭借那些箭矢居居然能够重闯 甚至杀死袁丹镜的强者 血沙老祖心中既震撼无比 又愤怒异常 那些二三级的箭矢 原本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伤到袁丹镜的强者 但是由于箭矢上所附着的灵符 这些箭矢在人体碰撞时 会发生极为恐怖的爆炸 如果仅仅如此 也还就罢了 即使加上箭矢上的灵符爆炸 也不可能伤到袁丹镜强者 但是虽然单单一两只 或者十数只箭矢 固然无法伤到袁丹镜强者 但是当数量达到了数十只 甚至上百只的时候 这些箭矢所形成的爆炸威力 是极为惊人的 而且这些箭矢在射出之时 因组合成一种箭震 在一起爆炸时 所形成的威力 并不是简单的叠加那么简单 那些箭矢一起轰重目标之时 每多一根箭矢 几乎都是以指数级别的威力递增着 所以数十上百只箭矢的操作 所形成的威力恐怖到了极点 丝毫不亚于他们这些 顶尖的袁丹镜强者全力一击 甚至都还隐隐超出他们这些 顶尖袁丹镜强者全力一击的威力 这一个结果 使得血沙老祖不由得惊怒异常 他从来不知道 战争居然能够发挥出 如此巨大的威力 他从来不曾想象得到有一天 那些犹如蝼蚁一般的 真气井化海井武者 也能够成为威胁到他性命的存在 血沙老祖虽然也听说过 在上古时候 那些威力巨大的战争 能够使武者之间的结合 发挥出惊天动地的威力 但是血沙老祖 却一直对这一说法不以为然 蝼蚁就是蝼蚁 蚁再多 又怎么可能与大象相迷 而且血沙老祖 也不是没有见识过战争 他也在暗中见过 大前王朝军队战争的演练 但是那种威力 却令血沙老祖嗤之以鼻 这种蝼蚁再多 他举手之间就可覆灭 但是就在刚才 当他亲眼见识到 那漫天流光 所发挥出的巨大威力之后 就彻底地颠覆了 血沙老祖心中的观念 原来由这些蝼蚁所组成的战争 真的可以发挥出如此巨大的威力 接下来怎么办 血沙老祖看着新开城 脸色阴沉的倒 新开城的脸色也很难看 埋伏不成 反而被对方反埋伏 使得己方实力大损 他这脸上也很是不好看 这还是他新开城率领暗影楼 执行任务数百年来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阴沟里面翻船 这是新开城难以忍受的事情 只是新开城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玄剑宗究竟是怎么发现 他们的埋伏的 而且好像还能精确到 每个人的位置 刚才的那一部剑语的针对性 实在是太强了 那一部剑语射出 几乎达到了最大的杀声效果 新开城已满是怀疑的目光 看着血沙老祖 能够如此清楚地 知道各方人员布置的 除了他就只能是血沙老祖了 新开城自己自然不可能出卖自己 那么唯一存疑的对象 就只能是血沙老祖了 血沙老祖见到新开城 看着自己的怀疑目光 顿时不由一愣 疑惑地问道 这样看着我干嘛 但他继而就反应过来 顿时大怒道 难道你在怀疑我出卖情报 新开城冷冷地道 除了你 我想不出还有谁能够如此清楚 我们的人缘布置 血沙老祖文言 顿时暴跳如雷地道 狗日的 你竟怀疑到老子的头上来 老子又没毛病 自己出卖自己 闹着玩吗 倒是你新开城 老子早就怀疑你们有鬼 在我们的力量 明明形成绝对的压制之事时 不去强攻 反而偏偏要去搞什么偷袭 造成我们如此 巨大的人缘损伤 你是不是早就和玄剑宗 勾结好了的 新开城被血沙老祖这番话 呛白得哑口无眼 因为造成如此 巨大的人缘损伤 的确与他们的埋伏有关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被玄剑宗杀了个措手不及 如果他们不搞埋伏 而是直接冲上去冲杀的话 即使重染遭到 玄剑宗剑阵的袭击 也绝不会造成 如此重大的损失 新开城也是 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会产生如此的后果 本来 他只想用最稳妥的方法 解决玄剑宗 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意外 谁知道反而被 玄剑宗反算一招 偷击不成十把米 两人剑拔弩张地争吵了一会儿 差点双方都抄家伙火拼了起来 只是最终 新开城还是冷静了下来 感觉最终若使和 血沙宗闹翻了 最终反而便宜了玄剑宗 而若使最后任务失败 他和血沙老祖都逃不了责罚 现今 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完成任务 把玄剑宗给歼灭了 不过新开城此时也是大为头疼 原本他们的力量占据绝对的优势 但是被玄剑宗这一波偷袭 折损了三分之一的力量 只剩下二十多名的远丹镜 和两千名左右的化海镜 如果玄剑宗那边 没有那些威力巨大的弓箭和剑阵 他们的力量也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 但是由于玄剑宗那 神妙无比的弓箭法宝 以及强大无比的战阵 若真正的正面交手 他们还真占不了多少便宜 玄剑宗这边 众多的化海镜和真气镜弟子 见到自己所射出的箭矢 居然能够达到如此巨大的威力 连袁丹镜的强者居然都能够击杀 心中顿时又惊又喜 他们在之前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居然能够伤到袁丹镜强者 更不用说是击杀了 在白衣楚剑丘传达命令 让他们准备迎战之时 原本他们心怀忐忑 没有丝毫的自信 感觉以自己的境界胸围 在这种层次的战斗之中 根本不可能起到什么用处 但是当见到这一波起射的战果之后 玄剑宗一众弟子 瞬间自信心爆棚 士气瞬间高涨 村雅云和长孙袁白等 袁丹镜强者 对这一结果不由又惊又喜 他们也完全没想到 这些弓箭配合战争 能够发挥出如此巨大的威力 起初楚剑丘 让众弟子结阵的时候 村雅云等人 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他们在过往的历史之中 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普通的华海镜和真气镜弟子 能够伤到袁丹镜强者的势力 只不过楚剑丘 既然要如此做 他们也不好扶腻了 楚剑丘的意愿 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这些楚剑丘口中的奔雷套装 在众弟子手中组合成战争之后 能够发挥出如此难以想象的威力 原本他们还对这次 转移弟子的过程 忧心忡忡 但是此时 却都瞬间信心大涨 有了如此威力巨大的战争 又启用未取血沙宗 在各大云州之上 那些涉过一轮的弟子 连忙撤下来 换成另一批弟子补上去 这些奔雷套装的威力固然巨大 但是对他们的消耗 可也当真不小 一见下来 他们体内的真元都消耗了一大半 而且身体也受到了巨大的反噬 受伤不轻 这些退下来的弟子 立即服用疗伤丹药 和补充真元的丹药 盘坐在一旁打坐调息 以恢复状态 在预定好的计划之中 若是敌人连续攻击 他们只有半斩查的时分 来恢复状态 便要继续投入战斗 所以他们丝毫不敢松懈 争分夺秒地来恢复状态 在楚剑丘设定好的战争攻击之中 把这些弟子分为五波 每一波射完箭之后 便退下来修正 下一波立即替补上来 这样的安排 既能够使得战争的攻击 能够连绵不断 不至于因为弟子完工搭建的时间 而造成短暂的停顿 也能够使众弟子 得到充分的时间休息 恢复状态 等到后面四波射完 第一波的弟子 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这样连绵不断下来 使得每一波的弟子 都能够得到足够的修正 新开城 在想了好半天之后 也没想到一个更好的法子 最后一咬牙 只能是抢弓了 血沙老祖听到新开城的这个决定 顿时冷笑不易 毫不留情地出言嘲讽 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主张直接抢弓 但是这信心的 却偏偏要搞什么埋伏 使得他们无端端地 损失大量的战力 不过血沙老祖 虽然出言嘲讽 但是却并没有和新开城怨气 毕竟弱使任务失败 他们两个都逃不了责罚 血沙老祖和新开城 率领 血沙宗和暗影楼舞者 向着云州船队直冲过来 在他们冲到云州船队面前 一里距离的时候 那些云州上顿时又飞出万天的流光 向他们直袭过来 血沙宗和暗影楼舞者 一边躲闪着剑雨的袭击 一边向前直冲 但是这些剑雨袭来的方向 实在太不巧妙 而且三十余宗云州所布置的位置 玄妙无比 从这些云州上射出来的剑雨 把他们所有的退路全部封死 躲得了这边云州射过来的剑雨 躲不了那边云州射过来的剑雨 在这一波剑雨的袭击之下 血沙宗和暗影楼的华海境舞者 又死了数百名 元丹境舞者也死了三四名 血沙老祖和新开城 顿时心疼地脸皮直抽搐 愤怒地咬牙切齿 但是却有无可奈何 经过这一波剑雨的攻击 他们的华海境舞者只剩下一千余名 元丹境舞者也只剩下二十二三名 血沙老祖摇了咬牙 继续命令向前冲去 他都要看看 玄剑宗究竟能够射出多少波 威力如此巨大的剑雨 这些剑雨每一只剑矢 都至少是二截法宝 甚至还有不少三截法宝 若是几十几百只也还罢了 但是玄剑宗这样几千几万只的剑 所消耗的天才地宝 不知道何等巨大 以玄剑宗的财力 又能够打造得了多少只这样的剑矢 况且 现在他们离云州只剩下不到一里的距离 以他们的实力 一里的距离转瞬即致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玄剑宗又还能射出多少波剑雨 也的确如他们所料 在这么短的距离里面 那些云州也只来得及 再射出一波剑雨 血沙宗和暗影楼 就已经攻到了云州面前 但是即使只来得及 再射出一波剑雨 却同样又让血沙宗和暗影楼 损失了数百名画海镜 和三四名圆丹镜 而且在这漫天的剑雨之中 还有一道凌厉无比的流光 这道流光专门射那些 圆丹镜的舞者 而且剑舞虚发 那些圆丹镜强者 只要被射中 立刻都会抱成一团碎末 绝无幸免 而且这道流光的频率极快 在这短短的数个呼吸的时间 已经射出了五六剑 造成了五六名 圆丹镜强者的死亡 血沙老祖不用想就知道 那是谁射出来的剑 除了楚剑丘之外 没人能够拥有 如此强大的剑法 在楚剑丘以及那 漫天剑雨的袭击下 最终能够冲到云中面前的 只剩下一千名画海镜舞者 和十四五名圆丹镜舞者 这还不到他们带来的 战力的三分之一 剩下的这些舞者 虽然在高层战力上 依然能够占据上风 但是已经远没有 刚开始时的那种 压倒性的优势 既然血沙宗和暗影楼的舞者 已经攻到了云中面前 楚剑丘等人 既然不能任由他们 击杀那些玄剑宗弟子 纷纷从各自云州里面出来 杀下了那些原丹镜强者 白衣楚剑丘 迎向了血沙老祖 村亚云迎向了新开城 长孙袁白则和其他 玄剑宗的原丹镜长老 迎战剩下的那些 血沙宗和暗影楼的 原丹镜强者 虽然血沙宗和暗影楼的实力 在几波剑与之下大损 但是却依然压玄剑宗一头 玄剑宗这边的原丹镜强者 加上白衣楚剑丘 村亚云和长孙袁白 一共也只有七八人 但是血沙宗和暗影楼那边 却还有十四五名 原丹镜强者 好在长孙袁白的战力 足够强大 带领那五名 原丹镜长老 能够勉强抵挡得住 对方的那些原丹镜强者 最为惨烈的厮杀 反而是那些 化海镜强者之间的厮杀 玄剑宗这边的化海镜弟子 只有不到五百名 但是敌方却还剩足足 一千名化海镜强者 在这么短的距离之下 奔雷套装 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 众人只能 尽身肉搏 血沙宗和暗影楼的化海镜强者 虽然比玄剑宗 多了将近一倍 但是玄剑宗这边 除了五百名的化海镜强者之外 也还有将近两万名的 真气静强者 如果是单独对决 这将近两万名的真气静强者 绝不会是 一千名化海镜强者的对手 但是玄剑宗这边 还有五百名化海镜弟子 在这五百名化海镜弟子 和将近两万名 真气静弟子的配合下 却仍然可以和对方这 一千名化海镜强者一战 这也还是由于时间太短 楚剑宗除了传授他们 一个战争之外 来不及传授他们 其他的战争 若是给他足够的时间 假以时日 他完全可以把这些弟子 训练成战里极为强大的大军 在强大战争的配合之下 五百名化海镜弟子 和两名真气静弟子 完全可以轻易斩杀 对方者一千名化海镜强者 而不是如今这般 只是勉强支撑 白衣楚剑丘 向血沙老祖杀去 在两人完全接近之前 白衣楚剑丘 拉动弓弦 迅速无比地 朝血沙老祖射出三箭 血沙老祖冷笑一声 身形连连闪动 接连躲过了那三只 灵异无比箭矢的奇迹 他可不是那些 普通的圆丹镜舞者 能够轻易被楚剑丘射中 以白衣楚剑丘 这区区的圆丹镜一宠修为 居然敢和他交战 这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如果白衣楚剑丘 依仗着烈火炎龙镇 血沙老祖还忌惮几分 毕竟当初 在大前皇都 他可是亲眼见识过 烈火炎龙镇的厉害 但是没有了 烈火炎龙镇的楚剑丘 就像没了牙的老虎 凭什么来与他一战 血沙老祖避开那三道 射来的箭矢 一拳往白衣楚剑丘身上轰落 白衣楚剑丘不闪不闭 徽掌迎了上去 轰然一声 震天巨响 拳掌交击 荡起一阵狂暴无比的能量涟漪 使得树里范围内 刮起一阵巨大的风暴 狂暴的气狼 震得其他圆丹镜强者 都往外飞了出去 追在这树里范围内的 化海境舞者 全部背着碰撞的能量余波 震得粉身碎骨 不过这些受到波及的 化海境舞者 全都是血沙宗和暗影楼的 化海境舞者 玄境宗的化海境舞者 由于在云州内 由云州的阵伐防护 把这碰撞的能量余波 削弱不少 虽然也受了不轻的伤 但是却不止于丧命 那些化海境舞者健壮 心中骇然无比 纷纷远离两者交战的区域 血沙老祖 见到这一幕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居然又被楚剑丘 算计了一波 血沙老祖 对楚剑丘简直是 恨到了极点 当他正想继续 对白衣楚剑丘 继续进行攻击时 忽然发现 白衣楚剑丘 手掌一紧 把他的拳头抓住 血沙老祖不由一愣 楚剑丘这是想干什么 但随即冷笑一声 楚剑丘若是 施展身法 和他进行周旋 可能还能够 支撑久一些 居然敢这样 和他近身肉搏 简直和找死无意 血沙老祖右拳 被白衣楚剑丘 紧紧地抓住 便挥起左拳 又往白衣楚剑丘 身上砸落 在这么近的距离之下 白衣楚剑丘 自然无法闪避 只能是又和 血沙老祖 硬碰了一剑 轰隆又是一声巨响 狂暴无比的气狼 从两人身周炸开 白衣楚剑丘 一口鲜血 狂喷而出 他的境界修为 和血沙老祖 毕竟相差太远 接连硬碰两剂 顿时 身受重创 血沙老祖 脸上露出 激潮之色 就白衣楚剑丘 这状况 再挨他两三拳 就得被他 活活捶死 解决了这白衣楚剑丘 就了结了 他的一个 心腹大患 楚剑丘实在是 太妖孽了 只要他活着一天 血沙老祖 便寝食难安 不过 当血沙老祖 正想集出第三拳时 忽然之间 在白衣楚剑丘 抓住他拳头的左手上 冒出一股 青色的火焰 这股青色火焰 一冒出来 血沙老祖的右拳 立即感受到了一股 恐怖到了极点的高温 从白衣楚剑丘 左手上传来 血沙老祖心中 一阵骇然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血沙老祖 从这股青色火焰中 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但当他 正想要使劲挣脱 白衣楚剑丘 左手的束缚时 木染之间 心声警罩 一股强烈无比的威胁 从背后传来 这股警罩刚刚升起 还来不及 让他反应 立刻就感觉 背后一阵剧痛 接连三道 强烈无比的爆炸 从他的背后发生 血沙老祖 瞬间被重创 喷出了一口鲜血 血沙老祖此时眼神中 被露出一阵 枉然和震惊 从背后炸开的那三道 爆炸的威力 他很明显地感受到 这正是白衣楚剑丘 在一开始 射出的那三剑 只是血沙老祖 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 他明明一开始 就已经躲过了这三剑 为什么还会被射中 而且还是 从背后袭来 难道这射出的剑 还能掉头拐弯不成 可惜他所料的不错 这三支剑 正是掉头拐弯的 奔雷剑 奔雷剑法神庙一场 楚剑丘修成第二重之后 剑法之神庙 远非常理可以揣度 白衣楚剑丘 之所以以全力握住 血沙老祖的右拳 拼着身受重伤 要和血沙老祖硬品 正是为了 这一招后招 白衣楚剑丘 使用的奔雷套装 可是四截下癖 而且加上 楚剑丘的奔雷剑法 练成第二重 为剑射出的威力 都强大无比 即使中上一剑 普通的元丹剑武者 都得生死 更何况 血沙老祖接连 中上三剑 就算血沙老祖的 实力强横 此时也受到了 无比巨大的创伤 而且中了这三剑 还不足算 他那右拳上 还被那恐怖无比的 青色火焰 剧烈地灼烧着 青色火焰 沿着他的拳头手臂 不断地向上延伸 只要被这青色火焰 蔓延过肩膀 烧到身躯上 血沙老祖 必死无疑 血沙老祖 心中一亮 楚剑丘的算计 实在太过可怕 在交手之初 就已经把这一切 都算好了 就等着自己落入他 事先设好的圈套之中 若是凭借 实打实的战力 血沙老祖 比白衣楚剑丘 还强上一倍不止 如果是正面的交战 白衣楚剑丘 不可能战胜他 但是奈何楚剑丘的谋算 实在是太过厉害 而且手段防不胜防 血沙老祖 在这方面差的 不是一点半点 也就只有落败的份 血沙老祖 感到今天自己是 在解难逃了 先是中了威力 巨大无比的三件 如今又被这青色火焰 焚身 那青色火焰迅速地 往肩膀上蔓延 眼看就要把血沙老祖烧死 正在这紧要关头 白衣楚剑丘心中 忽然升起 无比强烈的警照 一股强烈无比的危急 从身后袭来 不远处 正在与新开城交战的 崔亚云 忽然一声惊呼 崔亚云虽然 在与新开城巨战 但是心神 却时刻都在关注着 楚剑丘这边 随时准备着支援 白衣楚剑丘 随着这惊呼声刚落 白衣楚剑丘就感觉到 一道身影 挡在了自己的身后 紧接着一道力气 刺穿肉体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白衣楚剑丘 心中意紧 一道巨大的不安 升上心头 此时 他再也顾不得 血沙老祖 转过身来 向后瞧去 血沙老祖 绝处逢生 趁着这个机会 连忙远远地顿走 看着整个燃烧着 青色火焰的右臂 血沙老祖 当机力短 立即一刀 把整条右臂砍下来 当白衣楚剑丘 转过身来的时候 眼前发生的一幕 使得白衣楚剑丘 脑海中 瞬间一片苍白 只见崔雅云 挡在他的身前 而一名 紧袍青年 手持利剑 穿透了 崔雅云的胸膛 师父 白衣楚剑丘 惊怒无比地叫了一声 身形一闪 手中出现一把长剑 一剑朝 紧袍青年披露 一道灵力无比的剑气 夹杂着恐怖无比的青色火焰 朝紧袍青年袭去 紧袍青年剑壮 脸上微微变色 把手中长剑 从崔雅云的胸膛上抽出来 飘然远顿 他看了一眼 倒下去的崔雅云 心中不由 颇为可惜 这么好的机会 居然都没有击杀楚剑丘 还真是可惜了 这名锦袍青年 正是曾经拦截苏延香的暗影楼杀手 荣安燕 他其实早就已经折服在一旁 就等着在最好的时期 给白衣楚剑丘予以致命一击 虽然他的境界修为 远高于白衣楚剑丘 但是从他所得到的情报来看 白衣楚剑丘的保命手段 实在是太多了 要战胜他可能不难 但是要想击杀他 却极不容易 所以荣安燕一直没有露面 就为了这一击 只是没有想到 这致命的一击 居然被崔雅云给挡下了 白衣楚剑丘身手帽主 浑身燃起的崔雅云 脸色苍白无比 崔雅云被锦袍青年一剑 直接刺破了心脏 受到了无比致命的伤势 白衣楚剑丘 为崔雅云服下疗伤丹药 又用清雨流离火暂时 护住了崔雅云的心脉 不过这一切 只是暂时维持住 崔雅云的生计 并不能挽救 崔雅云的性命 白衣楚剑丘 取出一道福州 把崔雅云轻轻放在上面 白衣楚剑丘 做好这一切之后 看着远处的紧薄青年 眼神中满是冰冷的沙集 荣安燕站在远处 手持长剑 淡淡地看着白衣楚剑丘 既然偷袭不成 接下来 只好正面 把白衣楚剑丘击杀了 以他的实力 只要白衣楚剑丘不逃走 他要击杀白衣楚剑丘 简直不费 吹灰之力 但是骤然之间 荣安燕不由 瞳孔一缩 这间远处的白衣楚剑丘 手上忽然出现一把紫色大拱 这把紫色大拱 浑身环绕着紫色的雷电 一圈圈极为强大的能量联谊 从弓身上荡漾开来 散发出一股 令人极为心急的威压 荣安燕看到那一张 环绕着紫色雷电的大弓之时 心中震撼无比 五阶法宝 这家伙身上居然有五阶法宝 白衣楚剑丘 握着这张紫色大弓 紫色大弓上的雷电 不断地撕裂着他身上的血肉 紫色大弓散发的威压 给他无比沉重的压力 这张紫色大弓 正是从天与洞天的石林之中 得到的紫语集雷弓 白衣楚剑丘 本来只是带着这张紫语集雷弓 以防不测 想不到还真有用到的时候 如果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白衣楚剑丘 是不会动用这张紫语集雷弓的 因为这紫语集雷弓的品阶实在太高 威力太过恐怖 即使他这局 无垢分身达到了远丹镜修为 动用这张紫语集雷弓 依然有着极大的危险 白衣楚剑丘 弯弓搭界 竭尽全力拉开弓线 瞄准远处的紧袍青年 以白衣楚剑丘 远丹镜一重的修为 而且还是修成了无上无体 以及无垢之身的情况下 在竭尽全力之下 却只是拉开了 弓险的十分之一 荣安燕被白衣楚剑丘 弓箭瞄准 顿时心中升起一股 极为强烈的危机感 不敢在心存 丝毫的轻视 全身贯注地应对着 白衣楚剑丘接下来的 惊天一剑 其实这时 荣安燕早已心存退役 只是他此时 却不敢逃跑 如果正面应对的话 上海可以出手抵挡 但若是转身逃跑 被白衣楚剑丘 这一剑射中 断武幸存的可能 白衣楚剑丘 全身所有的真元 疯狂地向紫语集雷弓涌去 紫语集雷弓上的紫色雷电 发出滋滋的响声 逐渐蔓延到那只箭矢上 白衣楚剑丘一松手 手中箭矢 犹如流星赶月般 朝锦袍青年射去 那只箭矢 浑身带着紫色的雷电 画布长空 速度快到了极致 在箭矢所过之处 空气被挡开一圈圈 如水波般的能量涟漪 这些能量涟漪 所刮起的风暴 断开树立方圆 这使得那只浑身笼罩着 紫色雷电的箭矢 在身后留下了一道 宽达树里的箭矢 威力害人到了极点 荣安夜看着这只 谁带着惊天动地 威能的箭矢 向自己吸来 心中不由大害 他知道百易楚剑就这一箭 将会有着极为惊人的威能 但却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这威力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